来到位在台北市的日照中心 现场响起原住民欢乐的乐声 长辈们纷纷起身 跟着节奏旋律挥舞双手 摆动双脚 这是日照中心 美和圆明会资源 每周二上午固定安排的课程 让长辈体验原住民文化 同时也能动动筋骨 训练肢体协调 日照部分主要收拓的长辈 是走路吃饭如测可以自理的长辈 那主要的话 因为他们会经过长到等于的评估 大概是二到八级的长辈 我们可以做收拓 台湾每入高龄社会之后 社区成了实践在地老化的重要场域 日照中心自然成为 长照2.0计划当中关键的一环 相较于长照1.0 据点散布四处 长照2.0整合个体资源 按照规模大小分成ABC三级 A级社区整合型服务中心 又称为长照级建店 负责评估个案需求串联社区资源 B级是复合型日照中心 换句话说 就是长照专买店 主要提供照顾 串席 居家 以及日照等等服务 接着是C级 相冻长照站 俗称长照干妈店 提供长者共餐 临时寄托等等服务 在日照因为它是可以照顾更多的人 一个人可以照顾更多人 而不像在居家是一对一 所以日照本身对于个案的生活品质跟功能提升 以及对整体的体制 它的人力的运用是会更有效益的 那我们今天运动的时候 我们就要利用这个弹力球 用这个球来去做一些按压的动作 日照中心就像是长辈的徒劳所 白天家人外出工作时 家中失能或是失智的长辈 能够来到日照中心接受照料 包括了生活照顾 自力训练 公餐 休闲残艺活动等等 好 来 二 来 三 很好 四 根据卫福部统计 全台制造中心数量 自105年的205家 一路稳定成长 109年突破500家 相较成立初期翻倍成长 110年来到704家 112年截至8月底为止 全台已经设立了957家 部件率达到86.4% 看似成果减著 但是日照中心设立之后 就真的能让年轻人放心 让长辈开心吗 这个动作要把这个球 把这个球给我们的 金家头后面还要把这个球给我们 镜头前爷爷奶奶卖力配合 但镜头外采访团队却直级 有些长辈似乎对课程兴致缺缺 翻开日照中心一整个月的课表 赫然发现 周一不是弹力带就是弹力球 周二上午则是固定的圆明会课程 而每周五校午全都安排了电影欣赏 这些几乎零成本的课程 越浮一越遭错循环 课程内容似乎略显单一 应该说我们经费就是这样 所以你如果要花在长辈的饮食个别化 那特殊性 那跟可能一工老师带的一些活动 那跟特别的一些职能治疗师 物理治疗师 等于有限的资源你要去分到这些里面来说 对我们来说就是会比较辛苦一些 因为等于就是挖东补西的概念 检视日照中心的补助标准 以失能程度最新的第二级为例 一天的日拖费用是675元 一般户政府会补助84% 也就是567元 民众则需要负担16% 也就是108元 假如是中低收入户的话 政府补助95% 民众只需负担5% 而低收入户的部分 政府则会100%全额补助 但仔细想想 这不到700元的费用 必须支付长辈一整天的开支 包括了课程 餐费等等 如果再加上租金 人事行政成本 日照中心根本快要入不敷出 拙金见酒的状况之下 是否还能维持相同的照护水准 令人忧虑 我想要提供好的 我又不能 那其实就是你刚刚讲那个无奈 接下来就看 谁哪个单位是 比较更有良心 把这个几支付的费用调高 要考虑的面向很多 因为一旦调高 我们知道我们长照其实是民众要有部分负担 所以换句话说 我一旦调高对于给付给服务提供单位 先估不论政府的财力的负担 对民众而言 它的部分负担就会拉高 所以基本上这一块也要考虑到 我们使用端 民众端这边的负担能力 此外 这样的收费补助标准全国统一 在高通膨的大环境之下 无论是都会还是非都会地区 都会因为物价 房租以及长照参与人数等等因素 产生影响 在都会地区房租高 可是它比较容易经营 那在乡下因为它虽然房租低 可是人很少 那整体的成本算起来也是很高 所以这部分的补助 如果是采用固定型的 它确实会有影响 换几点 哦 没有冬粉哦 中午用餐时间 订购的团扇陆继送达 受到通膨以及物价影响 原先五菜一汤的菜色 如今已经缩水成四菜一汤 而长辈个别化的餐饮需求 也受到限制 油肝长辈牙口不好 拒绝能力退化 日照中心特别替长辈准备糊食稀饭 甚至还会将配菜打碎 方便入口 满足个别需求 也兼顾营养 只不过这一来一回 耗时又耗力 光是准备午餐 就得花了将近一个小时 对资源有限的日照中心而言 无疑是一大负担 中午我们备餐这部分 吃饭这个部分 真的很像打仗一样 要忙东忙西 那我们人力本来就已经蛮吃紧的 那如果还要再做 长辈个别化的餐点的话 会让我们更忙不过来 再挖一点饭吧 饭配的肉一起吃好了 那我们一起来 我们挖一点青菜吧 青菜一起来吃一些 看着长辈吃得井井有味 照顾源心里满吃安慰 都好吃哦 好啊 那你先吃一口 所以让我看一看 你吃看哪一场 无论是客制化的餐食 还是多元化的课程 学者直言 在现行的制度之下 长照的收费规范应该有所放宽 才有机会让长照政策 从公共照顾层面回归市场机制 在服务提供面 你可以第一个让它有创新的空间 第二个呢 要有自费的空间 那目前呢 因为我们过去长照 比较是从社会福利体系 这样发展起来的 那社会福利体系为了保护民众 一向对于自费的规范是比较严格 所以确实是需要给 我们的经营者一些空间 让它能够发展 制造中心堪称居家的延续 这个看似维持长辈私立生活能力 减轻照顾者负担的地方 却因为现行的收费制度 导致长照现场过于僵化 无法满足个别需求 假如业者领同样的钱 却必须面临多做就是少赚的窘境 想要实现在地安冷的目标 恐怕难上加难